你丟出这个声音 照理说同党的要先讨论一下嘛 选不下去了啦 朱立伦接管吧 你要先讲好啊 那现在不是你丢出来之后两边都否认 变朱巴街照镜子 其实中国国民党真不愧是中国式的政党 他们会重复历史 你知道在1900年 1900是慈禧太后的时候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慈禧太后6月21号跟八国 其实十一国宣战 然后呢 东南七省就说 我们东南互保条约签个九条 你打你的 我们不跟你打 你们租借 你们这个八国联军 你们去跟慈禧打 我们不介入 你们的租借我会保护 你也不要打我们 东南互保条约 我们想说读书读过啊 现在像不像这个情形 这个慈禧太后那边 就朱立伦跟侯友宜嘛 你们要跟韩国瑜瞧不好 要跟郭台铭瞧不好 那你们到底事 我们东南互保 你看罗志强讲那个就是 总统是可以弃保的 这个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看到选总统可以弃保 一个政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 跟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说对方可以弃保 这像不像当时大清帝国末年 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条约九条 所以侯友宜现在状况是这样子 第一个侯友宜的老三便当 真的是越吃越刷水 他就是固定吃老三便当 因为绕跑 因为市政不张 因为治安开枪 因为又同案 因为你对地方派系的整合 有嘴没心 所以你就一直稳坐老三 稳坐老三之后 柯文哲 他不止在第二 而且跟侯友宜的距离 已经有四份民调 显著差距 显著差距下 柯志恩 他在立法院我们两个还不错 柯老师 他算是蛮理性的人 柯志恩的辩解 我坦白讲 那是侯友宜很难看 柯志恩的辩护是什么 没有啦 我有时候是第二名 内参民调第二 你帮侯友宜的辩护 要么就说第一 要不然就说 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天天都老三 我们偶尔内参民调 还会小赢一下柯文哲 也有第二的情形 那你等于承认你第三 偶尔第二 这不是外人讲 是国民党负责做民调 智库的柯志恩 他现在说做不下去 所以六月不做了 你做下去也一样 没筷子 我也不相信没做 你不做别人会帮你做 那赖清德大概就稳定领先 但是还是有危机 大概这个局是这样子 那这个局就产生什么效果 第一个 你 那个黄建廷不是帮朱立伦宣布 有第三阶段整合吗 对 非绿联盟 你出来说你骗人的 我就不再追究了 第一阶段 国民党内最强的就是侯友宜了 那时候讲 像宜川他说的义分填衣 国民党的位 王宜川背的比他们还熟 四月份讲侯友宜最强 那时候还讲说 没有没有 这讲党内 然后后来呢 517是处理蓝营的 就是蓝营的联盟 郭台铭被做掉了 侯友宜还是最强 那还有第三阶段 非绿大联盟 我要是柯文哲讲说 来来来 非绿大联盟 现在侯友宜要退选 应该要全力支持柯文哲 你还有没有非绿整合 整合困难了嘛 又因为你盈弱不振 老是在第三 所以地方派系 这时候干嘛跟你在一起 你到台中 言清彪不见 你到云林 张荣卫不见 你到南投 何胜丰不见 你到苗栗 中中井说 好啦 看一下宣拔的面子 但是我要帮柯文哲募款 你会产生你很难整合嘛 然后呢 你要整合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为什么要跟你整合 你要见郭台铭 郭台铭生的时候 为什么要见你 你第三名 所以整合越来越困难 深蓝的 像刘家昌这种深蓝的 原来 好了 侯友宜你会赢 他就忍耐 委屈求全顾大局 你现在第三名 我还为你忍耐个头啊 连刘家昌就说 投给侯友宜 会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决定支持赖清德 这个就来自于 因为你弱 可以为你忍耐 顾大局人不用忍耐了 可以被你整合了 不用整合了 那效果就出现 你这只母鸡只有两成票 那小鸡会恐慌嘛 就开始外面找 而且你说刘家昌 他说宁可投赖清德 他为什么不说 宁可投柯文哲 那个还有后面一半 我是觉得刘家昌的文章 还没有写完 那一篇太长了 那一方里面 好多点埋在里面 那现在国民党 要选立委的小鸡们 发现这只母鸡 只能给你两成票 立委一对一 是要50%以上 他当然就外面找母鸡嘛 那外面找母鸡 你知道吗 现在有个讲法 国民党某一些 区域立委候选 现在我们在跑团 会碰到的 有些讲法是 那里面你投了就好 总统不分区 随便你 是哦 跟罗志强 说的差不多 罗志强是文言文 他们白话文的 选我选我选我 总统跟不分区 随便你 就水人够小命 像不像1900年 满清末年 东南互保九条条约 一模一样 那这个事情里面 还有一些 我坦白说 缺德 现在侯友宜在最困难的时候 这个礼拜天吧 周末 受害家长 是不是要组个受害者 大联盟 受害联盟要出来 受害联盟要出来 罗志强跟王浅秋 一个代表韩国瑜的局长 罗志强总是有 马英九的影子在里面 战斗兰的影子在里面 他们也要弄个大联盟 他组的大联盟 叫做什么政党轮替 什么大联盟 但那个大联盟主张的就是 能轮替就是好猫 总统是可以气饱的 那个意义就在这里 当侯友宜这个周末 焦头烂额 要处理家长的不满 新北市家长的受害者联盟 你也老弄一个大联盟 蓝营内部丢包侯友宜 说大家可以气饱 你卖一个礼拜 你为什么要同一个周末 那个新闻一起做出来 蓝营的支持者 这个不管我们绿营的事 蓝营的支持者拿开报纸一看 这一边是有幼儿园的家长 在受害开记者会 这一边是 我支持的国民党的这些战将们 说可以气饱 你不就叫蓝营一包包起来 袁治平 现在蓝营面临的一个状况 有人说什么 四面楚歌 现在党内没有人愿意帮助他吗 然后包括你们说 刘志强王景 这些人开始要丢包他了吗 这些蓝营的支持者 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大家都想帮他 但是绝对是 但是要有切入点 所以就是他现在开始 我觉得资料什么的都给得非常的快 那你东西赶快给大家 像我们刚刚第一段讨论的东西 那么专业 那么素质什么之类 一般人都搞不清楚 那只要赶快给大家 大家可以帮忙讲 其实现在这个动作已经快很多了 然后另外就我知道说 他好像团队也要加入很多新鞋 不管是负责操盘的 或是发言系统 党中央应该也有 因为其实现在党中央 跟以前侯团队根本同一组人 只是后来分开了 那所以其实要再组合起来 我觉得没有太困难 然后现在媒体 有什么口角吗 口角我觉得 你说意见不合 我觉得难免 因为选举10个人有20种意见 我相信现在侯友宜 应该每天都有很多人打给他 你要这样子 你要那样 一定他电话都接不完 各种意见都有 所以你说那他跟朱立伦 有没有可能意见不合 一定有 可是有没有到吵架 说朱跟侯两个吵架 那我就觉得有点夸大 这有点戏剧性 真的 不然他们两个吵架 隔壁老王会知道 怎么会搞到大陆 那这新闻怎么会跑出来 跑国民党的记者 跑出来的嘛 可是那个新闻后来 猫在钢琴上昏倒 后来传说什么是幕僚吵架 那一开始传出来 是他们两个吵架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去细咎 说到底是吵架也怎么样 但是意见不合一定有 因为大家现在会慌 会紧张 就包括党内的也会觉得说 整合好像太慢了 那整合应该怎么整合 应该谁多出点力 那当然大家会讨论这个事情 然后小鸡的部分 现在民众党整个起来了 现在那个台湾民意经济 会做的民调 民众党支持度都高过国民党 那你说国民党的人会不会紧张 当然会 而且大方向对于国民党 像罗兹奖他们来讲 大方向是想要政党轮替的有六成 等于是说 如果我今天参加参选立委 我跟民进党的一对一 我可以掌握到这个 想要把民进党下架的六成 不就选上了吗 这是很简单数学问题吗 那所以这个里面就包括民众党 那他因为讲一些话 去跟客温者示好 或者是说希望客温者支持他 我觉得这个一定会这样讲 只是讲那么白倒是第一次 就是有人讲到那么白到第一次 这个效应我觉得会 会蛮大的 今天早上柯知恩受访的时候 赶快讲 就是说我们内部民调 其实侯友宜是第二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 这是要稳定军心的用意 对 一定是 因为如果连我们自己人都 或者我们支持者都认为说 侯友的民调是第三的话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 怕信心会崩掉 第一个信心摸 第二个是会觉得 那政党轮替 柯比较有机会 那是我去投柯 那这样不就让柯赚到 所以要赶快跟大家讲 我们内参民调还是第二 因为老实讲 你不觉得你们之前在谈所谓的蓝白河的结果 真的是便宜了民众党 然后让你们国民党越变越小 这其实是反而是自伤的 自伤的情况很严重 前提是如果侯友宜的民调 一直跟柯拉不开的话 就会伤到自己 但如果说侯友宜的民调跟柯拉开的话 已经看出那个趋势了 现在我觉得当你说明天投票 那当然就赖心得选上了 可是因为选举还有七个月 那个路十六十六很难讲 小时候胖不是胖 就是说你要重点是 有没有调整脚步看到问题 那我是觉得他现在有在 体质有在转变 可是还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恐怕已经就被蓝英自己人给丢包了 对对对 所以我呼吁大家还是烧烟物照 我觉得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要坚持支持我们的候选人 那如果说跟民众有合作 还可以看嘛 三个月四个月 到时候还可以再看 好了 原汁喊 问题是在于蓝英自己这些小鸡们 是不是能够听得下去吗 还是早就虽然过失了 郭忠哥 显然这是侯友宜一个最大的危机 现在面临一个四面楚歌的情况 刚刚言之替他们的候选人讲这么多话 我在这里是还忍不住建议叶言之 你好好听我现在讲给你听 今天侯友宜的问题 不在资料的提供 不在政治的攻防 不在党中央派多少高手进驻 今天的问题出在他本身嘛 你们怎么都没有人跟他讲说 侯市长你要提高你 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的隔级跟高度嘛 如果你们不提醒他的话 这个选举没办法选下去了 因为你母鸡本身的条件不加 小鸡当然会跑嘛 吃鸡肉也知道 放三鸡絕对各个都很用的嘛 小鸡当然要自己要跑掉才能存活嘛 怎么能跟在母鸡旁被吃老鸡呢 所以你一定要提醒他 问题就出在你侯友宜本身嘛 柯智恩今天接受访问讲了一句话 我们民调没有那么差 现在只是碰到乱流 真的这样子吗 如果是乱流的话 好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他应该会处理得很好嘛 在乱流中能够稳定军心 能够让这个船继续行驶嘛 结果你现在已经都快翻船了啊 大家急着急在这里耶 所以你现在我不客气再讲一些更的 现在要不要换猴 已经不是你朱立伦一个人可以请刚独断的了 我所了解的国民党的大佬已经开始在串联了啦 他们不是要求你朱立伦换猴 要你朱立伦说明当时你为什么征召侯友宜 你要讲清楚啊 逼朱啊 侯友宜跟在你朱立伦市长旁边八年的副市长 然后现在当了市长 四年的市长 你朱立伦会不清楚他的外在跟内涵吗 现在大佬都在问这个啊 已经有大了 他们不是说要你换猴换猴那真的很不容易啊 他们就说你朱立伦你要交代 朱立伦会觉得冤枉怪我 怪我没有培养好侯友宜喔 不是你应该要了解说侯友宜是什么样的个性 什么样的内容 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规格嘛 可是侯友宜民调最高啊 你不能浅刚独断说我要最强的一个候选人 什么叫最强的 民调最高就最强吗 听不起人家检验 现在大佬急是急在这里 他不会找朱立伦说我们要换我 这个他们国民党不够 这些大佬即将出手了是吧 已经在串联了 要注意说明 不是在中常会 中常会你们这些大佬有的 根本就不是中常委 我不客气再讲 柯志仁你要赶快抢救他一件事情 柯志仁说现在影响他最大的 就是政大的那个那个网路上的那个大学生 政大大学生的问题 你知道侯友宜今天的回答 观众你再看侯友宜今天怎么答复这件事情 因为他十九号要到台大 记者在问他 怕灾难重演 你去台大 你要面对这些问题 会不会像政大一样重演 然后侯友宜怎么讲 我都是给学生们的问题 直接解决的方式 他不是解决问题 给他们直接解决的方式 你在回答什么 人家问你说政大的那种问答 你会不会重演 他说学生都有学生不同的问题 我都给他们直接解决的方式 他到底在回答什么 可是你现在要跟你们的侯市长坐下谈 十九号这一场 台大不会落于政大 尤其政大政府已经网路这样风筒 台大当然要表现 我们是最高 学生觉得我要问的问题更犀利 大家还是看你侯友宜怎么面对解决 他说每个青年的问题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新北市政府也是一样处理这些 人家在问你总统的应该推打的问题 你还是 所以可以预期到时候那种惨况在线 我刚刚为什么提起 问题不是在你的幕僚 怎么你的进驻如何去协制 是他本身没有那个规格跟格局的话 他本身的问题不解决的话 小鸡会越听越害怕 小鸡怎么敢靠过去呢 所以现在国民党到达说 为什么我们每次提名的总统规格就这样子呢 为什么从韩国到现在 你不要再来一个大连署 三十一个大老连署的那个又出来 你要教他们连署支持侯友宜 那是不可能的 我跟你们打赌 绝对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侯友宜自己没有改变嘛 你改变不了嘛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只有怪朱立伦了 你别人不认识侯友宜 国民党内部大家都知道 他跟侯友宜跟国民党内部党中央关系很陌生 可是你朱立伦跟他在一起多久啊 结果你怎么会这样子 党内你也没有跟大家讲 侯友宜的本质是什么 你都不讲 现在好 我提一个潜伦独断 增造个最强的候选人 这个最强候选人怎么经不起 才几月份 你五月十七到现在 今天六月十五 一个月都不到 怎么变成这样子呢 大家都跌破眼镜 那些国资大佬 党国大佬 各个那个眼睛 老是眼睛很亮的 他们还想在台湾存续下去 那你现在朱立伦怎么解释 你一定要想一套说实解释给大家听 你不能让柯志恩还在讲 哎呦我们现在乱流 我们还是排名第二 那个大佬不会信这个 连站在选的时候 每一次民调都第一 国民党民调 我讲的大家都有证据的嘛 那你现在朱立伦要怎么跟他讲 侯友宜都是第一 难道国民党有这么差 你们的后眼这么差吗 都第一吗 所以现在朱立伦 不是你可以决定换猴不换猴 现在已经不是你浅康处 现在你要如何交代 当时是怎么会征召他的 大家现在都在打一个最大的疑问 对来范老师 怎么看现在侯友的状况是 灾难会重现吗 会雪上加霜吗 所以现在国台民动作频频 他已经从等待换猴 转为积极独立参选 而且还要跟这个邀约AIT的孙小雅 面对面讨论金门和平宣言 对我先讲 这个台大已经放暑假一个多礼拜了 中南部学院都走了 该出国都出国了 这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常常觉得要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你就是要在平常的时候 才有学生来参加嘛 你搞到大家都放暑假了 舒适都没有人了 那你办这活动干嘛 这未办而办 感觉我敢征服台大 我在政大跌倒 我在台大站起来 问题是大家看一个时间点嘛 你真的要敢 你就是上个礼拜 还没放暑假之前 就来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赖清德上次去台大 那个时候刚好是期末考试 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 他就是去嘛 接受还有同学在的时候嘛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 真的玩这一招 太假了啦 再来就是说 你看到现在整个 他的 谢正达是他副市长 对不对 是请辞了 现在去进办 他现在不叫进办 叫工作室啦 我从来没看过一个 竞选总部叫工作室 工作室一般是那种 大学刚刚毕业啦 什么设计工作 那种工作室的 小小间的 因为没有钱嘛 违行企业 对嘛 违行企业 租不起什么大房子嘛 你要选总统 工作室 太做小了吧 但是问题是 即便是一个工作室 现在跟党中央 感觉已经吵翻天了 据说侯友宜 我听到侯友宜 还在跟朱立伦说 不分区的立委的名单 我们也要参与 这是朱立伦的命根子 他现在就是靠 这个不分区名单 作为他的这个 怎么样掌控党内 各个不同派系的 最后一个服务嘛 据说国民党的不分区 已经是清明上合图了 名字太多了 排到露露灯 这样哦 排很长 太多了 希望能够获得安全名单里面 那你现在 侯友宜说 因为侯友宜也想 我选总统 我要这部分剧 我要有影响力啊 对不对 我也要把我的人马推进去啊 我也可以拿这个 来跟派系做交换啊 所以这就影响到朱立伦 整个党主席的权力嘛 那你看两方面互相不信赖 连一个赖的群组 都建不起来 怕这个党中央会泄密啊 彼此大家 这个完全没有互信基础 那你问你是怎么打仗 你说 所以这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DNA完全不同吗 民进党你说 林非凡 李正浩 两个 他这个本来是什么民主大联盟 对不对 赖清德想要征召他们 后来他们两个 因为党内有不同意见 他们退出了 他们两个人退出的同样一个理由就是 希望有更多的空间 让赖清德 在未来在党内 包含是反反骚扰 或者是不管是提名方面 有更多的空间 他们的目的是要团结党内嘛 牺牲自己的政治利益嘛 那国民党不是啊 这个时候 侯系人马跟这个 这个朱系人马 彼此还在为了利益 瞧不定 侯友宜担心你朱油人进来 你帮我架空啊 你是不是来抢位子的啊 我当总统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都要分 加官进爵啊 你们 这个大家都各怀鬼胎 没有站在整个党的利益 那怎么可能打仗呢 所以我说难怪现在郭台铭 有动作嘛 郭台铭就是什么 他直接叫板孙小雅 因为之前那个 AIP的主席 罗伸伯格 罗伸伯格来台湾 见了柯文哲 见了侯友宜 对 就没见郭台铭 没有见郭台铭 也见了赖清德 就独插郭台铭 郭台铭 郭台铭觉得我不被重视啊 所以他现在要这个 衰小雅 你也来见我啊 表示什么 他起心动念了嘛 他一直说 哎呀我不在乎位子 我只是要推销 我的这个和平宣言 对 你和平宣言要去跟谁讲 要去跟北京讲 你跟衰小雅讲干嘛 台北关系好得不得了 台北关系和平得不得了 你应该现在立马买个机票 到北京说我要见习近平 推销我的和平宣言 我要见宋涛 我要见管理办主任 推销我的和平宣言 他到北京去 宋涛给他鼓掌 好棒啊 孙廷我们从命支持 你回来就选总统了嘛 你去跟孙廷也要讲和平宣言 之后可能要参选 或者联署的起手势嘛 他这个时候干嘛忽然出来 是这一招 所以我觉得 这个侯友宜跌倒 柯文哲吃饱 你看柯文哲现在民调往上走 莫名其妙 一个乐器人增加10% 他自己睡觉就睡觉 会笑醒 没做什么事就增加10%了 没什么事情啊 对不对 忽然就增加 然后你看到就是说 他这个侯友宜 声势往下走的时候 郭台铭就蠢蠢欲动了 郭台铭就心源意马了 要开始起心动念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何友宜现在党内不团结 他最大的问题不在党外 民进党还没有出手哦 完全在党内 完全是自爆 所造成的问题 我觉得看起来 他的耐打度 真的是完全不够 是 来 亲王 因为现在郭台铭的 他的态度到底是 转积极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他真的是有往 那个独立参选的方向 去迈进吗 我用两件事情来讲就好了 第一件事情是上个礼拜 郭董不是到这个高雄 高师大去做个致辞吗 毕业典礼致辞吗 你知道高郭董 去做致辞的时候呢 郭董去密会了另外一个人 密会谁呢 密会 屏东县议会议长周典论 你去想一件事 侯友宜要去找他两次了 对不对 只是说侯友宜 记不住人家女儿的名字 但是人家郭董呢 特别在上个周末的时候 又跑去找了周典论 而且郭董 第二件事情要讲是 郭董这礼拜 有可能要再去找张荣卫 那你再去想一件事情 请问侯友宜是不是之前 到了云林去的时候呢 见到了张立善 但是就是没有见到张荣卫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嘛 就是这些地方的议长们 或是地方的势力们 他跟郭董之间还是有在联系 郭董还是特别去联系他 这是第一件要讲的事情 第二件要讲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你可以看到郭董的态度呢 变成在积极的思考一件事 什么是 独立参选嘛 就你国民党不换猴了 那我总是可以联署 然后那个独立参选吧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对郭董来讲 他其实看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他看到侯友宜的民调呢 挤进于崩跌的情况 跌太快了吧 从之前39%多 然后到现在呢 只剩下18% 17%左右 每一岛电子报做他18%多 但仲間我们看到 这礼拜新的民调呢 做他只有17%多 跌破18%哦 这个数字对郭董来讲 看到这数字呢 哇 你跟2019年的韩国瑜比起来啊 侯友宜跟韩国瑜相比 简直不可同日 两个都差太多了嘛 所以对郭董来讲 侯友宜的民调崩跌呢 让郭台铭看到了一个机会 看到什么机会呢 看到你郭粉整合不起来 韩粉你也整合不起来 甚至呢 在这一次的幼儿园事件里面 你连年轻选民 中间选民 家长选民 这三块选票 你都往外丢了嘛 那你既然往外丢的话 对郭台铭来讲 你往外丢 你国民党接不住 你国民党接不住 看到的现实是你的 要选立委的小鸡 嗷嗷待哺 什么叫嗷嗷待哺 跑去找柯文哲嘛 甚至我告诉大家 也有人是希望郭董 可以去帮他站台的 那郭台铭收到这些 我问你 对郭台铭来讲 这是不是现成的机会 是啊 所以对郭台铭来讲呢 在这一次大选 他只要有机会 可以参与的话 他是有机会 把郭粉整合进来 把韩粉整合进来 把这些中间选民呢 他有机会可以拿到 那既然可以拿到的话 那独立参选的可能性 不是不可以去思考的哦 所以这件事情呢 是郭董看到机会之所在 然后最重要的是 郭董的手边的动作 一点都没有放下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看到 侯友宜跟郭台铭之间 产生了一场叫做 隐形的派系抢人战争 什么叫隐形的派系抢人战争 对于侯友宜来讲 这些被朱立伦讲成 是牛鬼蛇神的地方议长们 侯友宜整合不起来 侯友宜透过新北市议会的议长 蒋跟黄 试图要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你看哦 蒋跟黄跟柯文哲 两个见面才几分钟的时间 蒋跟黄就匆匆赶高铁 为什么要赶高铁 因为他要到云林去找张荣卫 希望能够帮这个侯友宜呢 把云林的张家整合进来 但是很显然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告诉大家 云林张家的张荣卫 跟郭台铭这个周末呢 可能也要见面哦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表示人家没有完全表示说 被你侯友宜整合进去嘛 所以这就是侯友宜在整合上 他遇到的难题嘛 只有一个差别而已 什么差别呢 毕竟国民党呢 是要征召侯友宜嘛 他只有卡在一个全代会 7月23号的时候 到底呢 会不会出现其他的变数 可是对国民党来讲 这个大方向看起来是确定的 所以郭董的幕僚呢 也告诉郭台铭说 换侯好像不太可能 那郭台铭想一想 那既然不太可能的话 我独立参选嘛 那独立参选的话呢 你想想想看 这些地方议会的这些议长们 我对跟我郭台铭关系不错 大家互动过 搞不好这些议长们跟郭台铭比 跟侯友宜还熟你知道吗 在这个情况之下 对郭台铭来讲 独立参选要的联署呢 透过这些地方的议长 他有机会达到联署门槛啊 29万的联署门槛 对于郭台铭来说呢 现在看起来跟这些议长合作 就有机会可以达成 有机会可以达成 就有机会拿到总统参选门票 能够拿到总统参选门票呢 那当然侯友宜拿不到的 侯友宜缺什么 郭台铭就吃什么 采访到这相关的问题就是 郭台铭参选的意愿呢 是越来越强力 所以独立参选的几率 比之前来得更高 好 侯友宜民调变老三 现在呢 柯文哲开始趁虚而入吗 来 方老师 现在传出了侯友宜的麻烦 还不止这个现在的未要案 包括这些深蓝的选民 他们都说 还有一个核弹级的爆料 会让这个外界看到 侯友宜在四年 如何残忍天怒人怨的切割韩国瑜 然后在这个柯文哲的部分呢 跑去嘉义 就这么刚好 跟他们蓝营的立委参选人会巧遇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趁虚而入吗 巧遇这个比众乐透还难吧 对不对 当然是早又约好了嘛 还说什么巧遇 所以你看看起来就是 树倒狐孙散 我觉得现在侯友宜 这棵树看起来是快倒了 下面的立委 张秀华怎么会那么刚好 刚才你们两个刚好在夜市相遇 这种几率实在是比 被雷达到还小 一定是早就约好 就是要跟侯柯文哲秤嘛 所以我觉得 现在侯友宜这样的状态 真的是内外交错的攻击 对 造成它的底气就不够 底气不够之后 你的小鸡们就认为 这只母鸡 对我没有任何帮助 就把距离 对你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嘛 怕被你这个母鸡给压到 本来是要靠母鸡扶植 就母鸡现在倒下来压到我小鸡 被压得受伤怎么办 所以你看现在赖清德他的照片 已经跟很多民进党的立委的候选人 已经在合影了 可是你有看到哪一个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有跟侯友宜合影 没有 还没看到 到时候可能会出现的是谁 郭台铭 可能甚至出现的是什么 柯文哲 所以我觉得就是政治是现实的嘛 当你一个政治人物 特别是总统候选人 你的底气不够的时候 这些立委 他们当然看得很清楚嘛 我该要跟谁在一起嘛 所以我觉得这是侯友宜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那你现在连韩粉 韩粉一开始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那么排斥侯友宜 因为他是国民党唯一的支持候选人嘛 可是当侯友宜的底气不够的时候 就像一个人的免疫能力一滴的时候 你本来一个小伤 就有可能化农 就可能变 就可能变得很严重的 后来后续的现象 就变成说你现在底气不够 你的免疫能力下降之后 各种的病毒就进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那就很严重 重要的要节肢哦 所以侯友宜的蜂窝性组织炎已经出来了 韩粉出来吧 过去那些影片 本来大家看看就算了 不以为意 现在把这些影片全部的 把它挖出来 你过去 你这个侯友宜对韩国瑜选走统的时候 你完全不帮他忙 还能够数落他 嘻笑谩骂 嘲讽他 这些影片一个一个被剪出来 这对侯友宜雪上加霜 当然雪上加霜 过去我们大家可以隐忍 甚至视而不见 现在把你无限的做大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 你现在就变成 你跟这个韩粉之间 本来是没有敌对关系 现在已经变成是敌我的关系 那对他的选举来讲是极为不利 因为我们知道韩粉 他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 是来 义村兄 我们看到国民党小鸡现在跳船 嘉义这位 这么刚好跟柯P相遇 再来国民党还有些小鸡 说跑去见柯文哲 然后说请求柯文哲能够高台贵手 就希望民众不要在那个区域提立委 看这有事情 柯文哲有可能买单吗 国民党因为现在还建设整合国台民 你要要整合柯文哲 所以现在这些国民党的小鸡们 跟柯文哲好 是没有违反规定的 因为朱立伦 侯友宜都说要整合柯文哲 所以说张秀华 这刚刚是五个的议员 共餐厂吃饭 大家选择一个不一定要坐下来 他自己的联署 又说我坐下来教育 这两款的这是要唱的 又坐下来吃饭的 代表什么 代表说张秀华是那个地方 需要民众党的支持 好 现在问题来了 侯友宜必须决定他跟柯文哲的关系 侯友宜要不要去整合柯文哲 或者侯友宜直接要跟柯文哲切干净 因为你没有切这些小鸡怎么办 你如果要去合 我请问你柯文哲跟国民党合 在立委提名上要怎么合 国民党都拿名后 所谓要合就是要一进一退才能合 譬如说我说叶元智 你班级不要算 让我们民众党算 我们民众党的 对这个来偶不要算 给你们算 这才能够整合 可是现在柯文哲没有要跟你整合 对 啊 侯友宜抽筒也没有东西 去举人整合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回答 跟他说什么 侯友宜对国民党的立委提名 有意见 因为他没办法提出资源 去跟柯文哲整合 会把这些小鸡 虽然就自己都一对他去处理了嘛 就跟柯文哲说拜托 你不要派一个来我们这儿 你来这儿乱 我也算不掉 啊 总统我会听你 啊 可信你不要派来跟我们团 这国民党整个步调都团 对朱立伦也同样啊 朱立伦现在抽筒的什么东西 他跟柯文哲说 柯文哲要不分区的选票呢 柯文哲从不说 我我选我的总统 啊我这个立委分区的都不要选 欸 分区的没选 你没选择呢 你今天各官司 要设一个竞争总部都没有呢 你一定要靠这个分区域的立委候选人 才有办法帮忙一起冲 不分区的票 那不分区立委分配到的席次 才对民众党真正实质的发展 有帮助嘛 他有政党的这个补助款嘛 才会有帮助 所以对柯文哲来说 他就没有办 他就没有必要去跟国民党 国民党这些小鸡只能做一件事 可是国民党怎么算 这算一算 国民党流失很严重呢 没错 因为 主要的侯友宜太弱嘛 我就对这个就不好 对这个大的就不好 人家在大的跟我就对那个嘛 而且各地的状况不一样 尤其都会区 对民众党的那种支持 各位记得许巧新 在最后党内初选的最后阶段 就和柯文哲去吃凉面 对 他们两个去吃凉面 许巧新很早就去挖一柯文哲 所以接下来这个 包括罗志祥去冲的这 一定是要去叫柯文哲 他们跟他一起到声量 跟他一起到支持度 他们的支持者就会说 好 我可以挺你 你支持柯文哲 这样也不错 但是我听你 你不可以挺侯友宜 像侯友宜那样子的 我不要 如果你继续挺侯友宜 我就不支持你 所以这些立委 最后只好选择去找柯文哲 是 情况说侯友宜的状况 会非常的惨 雪上加霜 小鸡跑光 那甚至其实 我说猪脸怎么样去盘算 这个对于国民党 整个大盘来讲 其实是有可能被民众党给吃掉 对 而且侯友宜团队呢 跟侯友宜阵营 可能在一开始就错算 什么叫错算 因为侯友宜之前呢 他的这个 我们讲说支持侯友宜 最利的就是那个 他的新北市议会的议长 蒋根皇嘛 你知道蒋根皇之前 跟柯文哲两个有见面 我讲的不是最近的一次 是在更之前就见过面 那见面的时候谈什么呢 谈说大家可以合作啊 就如果都选到底 大家那个什么 都没办法选上的话 那不如大家来合作嘛 那大家来合作的话 你去想一件事情哦 就是他们认为侯友团队 或者说挺侯派呢 认为说 大家可以桥出一个 蓝白河的状况 蓝白河那就赢定了嘛 所以之前呢 对于整个侯正宜来讲 认为可以桥出蓝白河 那就一定会赢民进党 所以他们对于柯文哲方面呢 一直保持善意 同时 他们甚至还讲好说 九月的时候呢 大家还比民调嘛 由民调高的呢 来整合民调低的 大家可以合作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就侯友宜认为说 或者挺侯派认为说 他可以把民众党的柯文哲 整合进来 但你去看一件事哦 当柯文哲民调 变第二名的时候 他要让你侯友宜整合吗 不会嘛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不但不会 他还创造出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呢 你去看柯文哲 还是去跟蒋跟黄见了面 他去跟这些挺侯大将见面 他可以创造出什么效果 创造出 这个我跟侯友宜呢 也还不错 那你如果蓝硬的支持者 蓝硬的选民 支持侯友宜 你支持不下去的话 我跟他不错 选我选我选我 选我也是可以的 所以他创造出来第二个效果是 等于侯友宜呢 被柯文哲方面 直接占便宜了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刚刚才会说 侯友宜的挺侯派呢 在一开始可能错估了 他们能够整合柯文哲的程度 而导致到后面 你看到最近的状况是什么呢 是当侯友宜要低的时候呢 柯文哲等于是 透过跟你这边 刷你跟你同台的时候呢 再占便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